譬如講語聽的死亡率是正比的 死亡率也會比較高 還有如果有嬰兒出生健康 可能會有畸形或者發育不健全 好了 問最後一條問題 我想問一下 也是我沒說過的 咳二手一點 到底會不會上癮的 多給你一次機會 蛤 你又答通了 真是不好意思 不過你真的很情親 我送一萬禮物給你一會兒 誰想答 我會呢 會不會的 不會的 我先給他一個禮物 你真是親手 對我最初說的規則是很經濟參與 謝謝你 好了 很開心的 我們都會上課 好好的 這樣說 吸移手煙是不會上癮的 但是呢 而鑑視出 吸移手煙的人 和吸煙者所患病的機會 也會 一樣 甚至乎是會高一點的 好了 透過這個情境 都會認識了 吸煙者的身體 然後我們去哪裏 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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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吃 我以為你會犯人的犯人 我犯人的犯人 但我犯人的犯人 只能用他一個人 我就是 封印實手 死了 你這樣不知道 他講話有成熟 你死了靠音 你這樣才能保持我們的人 萬一我發生了 你把你保護你居住 不用擔心蛇狗 我已經用了全門的計劃 去找找給新英文的了 我這麼擔心 向英雄做風波絕對 我就叫這個計劃做 簡直推廣